前幾年各大車廠都在競爭 頂級旗艦房車系列 但是最近這兩年 漸漸的朝向了中型房車來發展 其實中型房車市場 也是各大品牌的主力戰場 尤其是最近競爭相當的激烈 今天我們就要好好地來看看 在豪華品牌的中型房車上面 究竟誰能稱王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豪華品牌的中型房車銷售的排行 我們可以看到1到6名分別是 賓士的C-Class 還有BMW3系列 還有Lexus的IS 以及Infinity的Q50 Audi的A4 Volvo的S60 我們要問一下艾達 其實從4到6名看來 我發現一件事情 沒想到Audi竟然排在Infinity之後 觀禮看 如果從4到6名來看 有4個品牌是歐洲品牌 兩個車型是日本系列的好好品牌 也是日本現在在台灣能銷售的好好品牌 大概就是Infinity跟Lexus 那當然Lexus夾的是Toyota的高度的妥善率 以及高保值性 所以它其實賣的還算是不錯啦 那Infinity近年來 它的新車型的推出啊 也讓整個銷售量帶起了一個滿好的表現 所以你會問我一個說 怎麼Audi的A4 還賣輸了這個Infinity 跟Lexus這兩個品牌 對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講1A 2B 基本上雙B獲占這個冠軍跟亞軍 大家都不意外 但是這個Audi掉到這個第五名來說 說實在的大家會覺得 Audi近年來是怎麼了 那其實它在台灣的品牌上的經營 我覺得最近其實它這一兩年來的銷售量 都表現得不是太好 甚至有這個衰退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它因為一些技術面的一些問題 導致它其實新車型一直遲遲沒有辦法在台灣上市 那當然消費者喜歡藏鮮的一個心態來說的時候 它的這個銷售量當然會比較差一點點 那其實在第六名的Volvo S60上也可以看到 因為S60它其實已經是走入這個產品的 這個週期的末端 馬上它的新車型要推出 不過S60這個品牌 Evovo這個品牌來說 它是一個走這個北歐的這個極簡的一個 這個風格設計 帶有家的溫度的一種這個車輛設計 當然它的這個安全性呢 也是消費者這個津津樂道的這一塊部分 所以它的這個整體的表現呢 即便到它的這個生命的這個末端 產品週期的末端 其實表現的還算是可以啦 大概就是歐底稍微比較差一點 其他三個品牌 其他幾個品牌看起來表現都蠻好的 對 除了四到六名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銷售的前段班 一到三名的部分 其實Lexus的IS真的還蠻猛的 它竟然可以進前三強耶 我們要問一下羅哥 是不是可以幫大家稍微分析一下這個市場呢 我想IS是蠻適合 因為它是後續 蠻適合喜歡操控的 然後年輕人 而且也許啦 就是覺得說我要一個豪華品牌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玩車的人日系是玩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點性能的日系車 我想IS 而且在價格上 又稍微的比較能夠入手 所以IS這個不管是設計上面還有它動力上面都還算不錯 所以我想它可以衝到第三名 當然有它的原因啦 因為它車子本質真的蠻好的 那我們看第二名的BMW三系列 那三系列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個準備要大改款 所以最近呢這個三系列可以說最後一踢了啦 那真的有興趣的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嘉偉哥已經有新的支架影片出來 所以我想會變成有很多人觀望 現在就會觀望說 哎呦 新的三系列很棒耶 看起來各項有進步的幅度相當的大 所以這個可能造成最後這一批三系列可能就是出清為止啦 那我們今天要看這個冠軍這個也不意外就是C-Class 時至名歸啊 對啊 那C-Class就是最近我們也介紹過 就是進行這個整個週期的中間的大型改款 它不管是外觀你看它整個車頭的光是那個頭燈就變 哇上下兩排就很帥 那比較特色的就是它C-200 開始用了這個48伏特的系統 這種輕負荷動力 這個我相信是未來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所以在這個C-Class的改款上面我覺得 這個整個新世代的這種科技 讓我們的眼睛為之一亮 就覺得這個車真的很棒 對 沒錯 其實居於榜首的這個賓士的C-Class 最近進入了這個中程的改款 它到底改款的重點有哪些呢 其實我們現場來了三台的賓士的C-Class 分別是有Satan 甚至有愛戴非常喜歡的旅行車 還有雙門的Cube系列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型男 幫大家稍微來整理一下 這一次在小改款的C-Class 在外觀上面有哪些重點 老冠 以這次的新的C 我們說是W205系的小改款 我們都叫它叫Facelift 其實就是它的外觀輪廓 大致上其實觀眾會覺得 到底改在哪裡 那我記得在發表的時候 原廠有給一個統計數字 它的全車 像我們剛剛一路聊到動力 外觀 內裝 甚至它的電子系統 外觀部分的確是 大概只有30%的一個改變 那其實 但是你仔細來看 我們幫大家介紹一下 它首先你如果跟W205 之前小改款之前來看 大家如果還記得 在當初的AMG比較高規車型 或是你去選配AMG Line 才會有現在變成改款後 全車系的保桿的下半部 都是這種有點像A字型 比較運動風 所以看得出來原廠想要把現在的C 那年輕運動化一點 之前是這個樣子 對 是有點像倒梯型 現在變一個A的這樣的形狀 會感覺比較有跑格 那再來其實最大精華 我覺得就是燈具了 那燈具的話 其實以今天現場的三台車來看 其實有兩種的配置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C200的四門車型 它配的算是標準版 就是已經是全LED的燈組 那現在小改款賓是用的是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三層式 現在我們開的是日行燈的一個光條 對 燈眉的部分也是LED的 對的 然後下面有八個LED的模組 那看到中間的這一排就是近燈 那下面的話就是遠燈 所以它遠近燈都是LED 那我相信這樣的設計其實已經符合 我相信大多數的消費者 在一般的代步用車是非常貴用的 不過我想要分享一個經驗就是 像今天現場有一台這個 銀色Estate旅行車 它算是未來是消費者 你買這個C 你可以選配它叫Multibeam的多光速的智慧頭燈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有感觸 因為他們在公辦試駕的時候 我是抽到這一台車 然後我還特別晚上去試這台車 我很好奇說Multibeam到底是酷在哪裡 對 什麼樣的功能 對 那其實從實際試駕 我們在這個中部日月潭附近山路 幾乎是沒有路燈的狀態 你會發現它的照明是非常聰明的 甚至對面如果有房車或是摩托車出來 它就會這台車也有選配這樣的遠光燈的自動調節 去對應對向乃車 不要去射到人家的視線 那到了真的完全無路燈的山路的話 它的照明效果非常棒 它會很聰明的做 讓你有一個很安全的視線照去 所以其實Multibeam如果大家選的話 其實更能夠提升你行車的安全 我覺得如果看個人的行車 如果你常常要跑比較暗的地方 或是你開業車的比例比較高 或是住山上 我覺得還蠻建議的 這就很需要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車尾的部分有哪些改變呢 其實這次新西在外型的車格定位選擇 總代理也引進的非常多元 像我們在試車都要稍微研究一下 它的這個規格表 它基本上你如果外型來說 像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白色C200 它是屬於這種Salon 四門的Satan車型 那剛剛也有聊到那台銀色的是 屬於Extape的旅行車 那藍色現場的是Coop 雙門的 那其實還有一款就是Cable 就是敞篷車型 那四種車型它有三種動力 180 200跟300 讓你再去做不同的動力需求的喜好選擇 那其實在車尾的部分 我們看到算是一個比較新的設計 就是它的尾燈 那只有在這個四門車型我們看到 我都稱它這個光條叫做外雙C 往外的兩個C 它是這樣的設計 因為它的尾燈 也用了這種暗紅色 比較熏黑醬的一個色調 讓你也更有一些這種運動的跑格 這是主要這一次小改款的 後尾燈的部分 那其實看到這一台四門 它算是一個標準版 我們剛剛從車頭看到車尾 它有一些鍍鉻的飾條 那如果提升質感 對 你如果想要再更運動跑格 你也可以再去選到 像這台旅行車的AMG Line 是它的標配 那你其他的車型也可以再做加價的選配 它就會有更跑格 像是有後訂風衣 或者是你也有夜色套件 拿掉一些鍍鉻的裝飾 我覺得都可以讓消費者 滿足你不同的心 除了C-Class 推出了小改款的車型之外 我們也知道 BMW 3系列要進行大改款了 而且在明年準備要上市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小葉 其實這一次的這個BMW 3系列 好像在動力上面 沒有太多的改變是不是 對 這一次我覺得BMW 3系列 它其實壓力蠻大的 你看我們都知道 C-Class從W204到205 它的改款其實非常的有感 而且這一次又迎來了 史上最大幅的其中改款 對不對 所以其實從F30到G20 世代的3系列其實壓力很大 不過我們先從外觀講幾號 可是我覺得外觀它有一個進步式 第一個它尺碼提升 它軸距甚至是現在目前 EA2比裡面最長 但是軸距最長不代表空間越大 因為還是要關於效率的運用 那車身配重維持BMW 一貫了前50後50的比重 還有它的外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以前我們都會笑 BMW的這個7系列 5系列 3系列 有點像是俄羅斯娃娃 外面都長得一樣 你不斷地打開 好像都長得都一樣 對不對 可是現在這個世代的3系列 其實有點改善 比如說像是水箱護照 像X5一樣 它都有點連在一起了 面積變大 然後那個頭燈下面 有多了一點輪廓的勾勒 其實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跟之前的3系列也好 跟5系列或7系列有一點不同 不過像剛才關於講到動力的部分 確實是真的 沒有跟之前有太大的不同 其實整個動力架構是一樣的 因為其實現在BMW 他們在一個策略上 其實在大改款的時候 引擎部分其實不大會有更動 而是其他架構的改變 那等到這個車型比較成熟之後 在小改款的時候 才會換動力 所以它在整個動力的編程上 320i跟之前一樣 也是2.0升的渦輪增加引擎 馬力都沒有變 一樣184P 那它在330車型上 也是2.0升渦輪把引擎 只是把它的動力速度變大 那原本的這個340i 變成了M340i 加了這個M-Sport的套件以外 還有一個X-Drive四輪驅動 其實也跟這個C-Class C43 4Matic 一模一樣 其實可以說就是直接硬碰硬地來 直接要對決的這樣 不過我們都知道 像C-Class來說 像它的C200 它是不是換上48B 新型復活動力 所以在排氣量比較小 動力效能也比較好 所以BMW這個方面 有沒有辦法在3系列 來了之後可以引頭趕上 還有像是它這次改款 其實也有一個 除了柴油車型以外 它有一個3301 它其實也有一個 插電式復活動力 可是這個車型 未來會不會來 或是什麼時候來 這個還不確定 雖然BMW的3系列 已經進入了這個大改款 但是其實賓士 他們已經是真的提前預備了 所以這次 在C的小改款上面 也推出了全新的一個動力 羅哥你是從海外一路試到台灣 而且你每次試的時候 真的讚不絕口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每次呢 只要試到C-Class 你都會會心一笑呢 其實主要是這個C200這個引擎 這次我跟艾達我們一起去 國外試駕 這個引擎就是 1.5的Turbo 它就可以做到186匹馬力 效率很高 而且它扭力 280牛頓米 我們熟悉的 我拿另外一個引擎 1.5Turbo 台灣最熟悉 CR-V那一顆 它的扭力只有24點多公斤米 跟280 就是28點多公斤米 同樣的排氣量 所以這個光是在汽油引擎的部分就很厲害 然後它的馬達 它整合掉了所謂的發動機啟動馬達 和發電機 就是它把它變 用大一點的馬達 取代了這兩個 所以它在啟動的一瞬間 因為它電池比較大 馬達比較大 而且用的是48伏特的電池 所以它可以當作 類似像Hybrid 它其實就是一個輕複合動力 輕微的輕 所以它可以提供 160牛頓米的額外扭力 在起步的時候 所以它的1.5Turbo引擎 起步的時候 你完全不會有Turbo Lag 而且0.100還是8秒以內 對啊 所以 你才想這個1.5Turbo的動力而已 然後你竟然加速就可以這麼夠 而且它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它可以切斷你的引擎動力 然後讓你用高速滑行 所以在整個油耗的燃油效率也好 或是你那種動能回收的概念 這種48伏特的這種新的輕複合動力 我覺得真的是未來的趨勢 其實有很多的其他的對手也都在研發 像福斯集團也在做 對對對 奧迪有 對 尤其像 其實它那個 新的那個鋰電池 就是Bosch在開發的 所以你就知道 它其實在電池這個領域裡面 Bosch是一個領導工業的地位 所以在歐洲很多的車型都會走這樣 走上48伏特的未來 我們在這間公司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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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